欢迎大家来到这个CS和IT关于第二学期的一个常见课程分享 我是主掌人Jeff 应掌人的邀约呢 我分享一些课程给大家 今天特别分享的是大一大二心生比较关心的一些常见课程 与时间关系我只会讲前六门 这些课程都是我教过的 所以还比较熟悉 后面呢都是数学 然后比较属于学霸课 我希望说大家特别有对数学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在联系我 我在做第二期的分享的时候呢 把这些课程给cover到 现在这一节课主要讲这前六期 首先分享给大家的技巧是怎么去了解一门课程 最重要的是用CASP这个链接 可能是你在了解课程中最重要的一个 点击它 咱们就来到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了解IT课程它是有什么内容 我们就可以发现它有这么多一个major 其中一个点进去就发现一个页面 就是这样一个页面 阐述了大概要学的什么内容 下学期呢大家会选这几门课 其中比如说1113 那第二semester2入学的同学呢 你们就必须学110了 这门课13有一个前置课 就是必须学会110 你才能学会1113 你才能去选1113 所以呢如果你是教学计入学 咱们把这个113改成110就可以了 从这个角度说 它就是我们去选择 怎么样去排课 怎么去毕业 你可以根据这么样一个指示 去发现我怎么样选课可以毕业 另外要分享大家另外一个网站 叫units 这个你可以去查一下 它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同时呢 这些东 这些可以看 它是可以点进去的 咱们点一下这个113 等一下 好来到这个页面 可以看到它是学什么内容的 Programming Technic Software Developers 大概可以发现 这门课主要是学编程 它就是做软件设计的一个基础 以后呢 如果你对Java编程 做软件有以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选这门课 这是一个成上其下 当然这门课是一个必修啊 所以必须CS专业的 你必须学 回到我们的PPT 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技巧 叫CSP 等于Google 等于自己的 加Google等于自己的一个初步理解 编程专业呢 一定要学会提问 一定要学会自学 如果 特别是在以后 你接触课程的过程中 你可以发现 哇 好多人在上面提问题 然后呢 再找到自己的答案 所以我希望给大家分享 我对这些课程的一个初步的理解 但是呢 也希望大家 来斟酌 斟酌一下 然后根据自己的一个水平去判断 好的 如果有更精力的问题呢 欢迎大家联系我 或者说 加入学科群去讨论 给大家分享三个技巧 第一个呢 是Google 找到关键词 比如说Math 1005 你Google呢 会出现这些内容 点进去 它会告诉你 非常非常多相关的内容 去了解这本课 Math 1005 从这里看 它是一个基础课程 然后呢 这本课其实跟Data 101是很像的 它是关于 统计学的一些思维的练习 第二个呢 官网 以及CASP CASP呢 会给你一些大纲 告诉你 它是学什么的 105是学 Design Experiments Explorer Data Analysis Sampling Test of Significance 它的一个考试的一个结构 是什么样的 有Quiz 有65%的期末 期末占比很高 说明如果我是一个考试型选手 那这门课应该可以考得更好吧 那如果我是一个 Project型选手呢 那这时候呢 就可以找一个 考试技巧很强的人 咱们合作 然后呢 一起拿Project非常高 然后期末的时候呢 抱个大腿 请这个考试技巧非常强的人 跟我一起复习 咱们刷一刷题 把Pasier Paper都多做几遍 然后总结一下题型 做一下笔记 分享一下 基本上两个人都是海地 皆大欢喜 另外呢 第三个就是来源 就是找到你的人脉 或者找到 有没有人 就是 就是一些题外的 可以说场外的学习技巧吧 如果你有一些学长学姐 可以给你提供一些经验 或者学术资料的话 比如说呢 这边有个YouTube 可以分享 110是怎么入门的 又或者呢 有些同学跟你的经历相似 他可以分享一些非常有用的技巧 介绍给你怎么样去入门 或者考高分 那关于这 我接下来要分享的六门课呢 我会主要从难度和内容两个角度 去分析它是什么样的一门课程 DATA101 11110 这门课呢 是一个入门级编程课 它的评价是这样的 每个找代写的新生都会夸一次 我给它的难度评价是四星 作业呢 是四星 实用性是五星 就是说 它不是很难 但是呢 对于初次接触编程的同学 会显得比较高 作业呢 不是很多 但并不是说 没有难度 最重要的是 第四周之后呢 会分一个高下 到期末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的同学不复习 他也可以考ID 有的同学疯狂复习 熬夜好几天 还是挂了 这是说明呢 平时的水平很重要 因为这门课 它要锻炼出一个感觉来 就是你上级考试 也就是敲代码的感觉 然后呢 期末的时候 如果你敲代码很熟悉 自然的话 期末的题也会写得很顺畅 除了要会敲代码 这个感觉以外呢 总结提醒也很重要 西大对于 你对提醒的熟练度 是要求比较高的 这门课期末比较容易挂 CS的挂课率比较低 可能是 但是呢 30加左右吧 然后其他专业呢 是50减 上课有些同学是来试水的 觉得我可以学点编程 以后做数据分析 然后一来发现 哇 怎么我又挂了 因为呢 他们的思维方式 还是以那个 可能有些同学 还是以文科去学 就是背 就是背概念去熟悉 但这门课是要去上级考试的 就是去敲代码 一定要学会去敲 并不很难 只要你当你去看 当你去敲的时候呢 就可以找到那个感觉 并且在做一定的 总结的技巧 就可以把这门课学得很好 但是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 可以临时播佛脚的课 可以背的课 那期末是 一定会挂的 所以特别多的同学 平时找泰写 觉得我期末学一学 一定可以过的呀 就算泰写给你写成满分 期末也是没法 抱佛脚的 这门课 就是这么实际 所以呢 我对它的高分评价度呢 是两极分化 总分会看期末 但是真正的 你能考 能不能考这么高分呢 它的水平是看平时的 如果一个同学挂科了 基本可以判断 它平时就 不怎么 可以 海底 从这个角度 咱们土托儿是一定要去的 第一个是三门的会比较简单 第二个是三门难一点 然后土托儿一定去 就可以锻炼出你的水平来 本质是一个入门课程 那不是所有人都是入门级的 所以这门课程呢 没法太简单 因为很多人已经学过Python了 或者说它已经有一定编程基础了 你把这门课设计的太简单 所有人都拿的比较高 因为大家都会嘛 根本不需要上大学啊 就能学这门课了 另外呢 最重要的一句话 代码是打出来的 这门课如果你是新生 一定要花大量时间去入门 来体会上级的感觉 另外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week4之前需要掌握的内容 我相信很多同学 你在没有入大学之前 就应该汇制些内容了吧 Names等于什么Well True 然后这个内容这些 很多同学没学过这门课 可能已经有这个基础了 如果你是新生呢 可能就花了前四周的内容 去学别人已经学过的内容 当然也不是很难 如果没有代码的感觉的话 背这个强行背 可能背十分钟也能背出来 但是如果理解了中间的基础 花一两个小时 其实Python其实可以学得很快的 我在教这个入门级的课程中 有些经验 就是发现你只要不自我限制 认真去学 前四周的内容大家都能很快掌握 真正拉开差距的是week4之后的内容 前面选择 我可以很快学会啊 那我一定可以抱佛脚吧 并不是这样的 这四周内容你可以很快学会 但是期末那么多 你就没法抱佛脚了 因为一加一等于二 你可以算出来 可是一加九十九不是背出来的 是算出来的 也就是如果给你十行 你可以打得很快 那给你一百行呢 你能打的一个字都不错吗 这门课就是一门练习课 希望大家在这里找到编程的乐趣吧 说一下他的一些考核 那Tutorial是一定要去的 因为Tutorial上呢 你会考一个weekly task 一共有十周 它就有十个考试 小测验 并且呢 老师会给你一些revaluation 也是个占百分之一的 两个quiz呢 会检验咱们平时学习的一个状态 如果这个考得比较好 那是非常不错的 我建议大家拿到的分数是至少有一半 那第一个quiz呢 至少拿三分 assignment呢 会稍稍难一些 所以我这里给出的建议比较低 2%和5% 期末呢 是一个分水岭 必须拿50%以上 那它占比总分的50% 所以我们必须拿25分以上 另外给大家提一个double pass 什么是double pass呢 这句话哈 在这里 关于double pass 你平时要有40%以上 期末要50%以上 总分加起来 也要有50%以上 如果这三个条件 任何其中一个满足不了 那就是fair 接下来我们讲 112这门课 它是关于一个 计算机的一个操作系统 还有网络 内容呢 会显得比较抽象 但是它是实际上 是非常实用的 而且它讲的广 并不深 考的比较浅 看起来比较枯燥 但是非常的有用 我给出的难度是三星半 基本上是个天使课 对于 新生来说 那workload也不多 所以它的作业比较少 实用性非常非常的高 四星半 在如此的难度和作业之下 竟然有这样的实用性 什么样的呢 挂科率并不高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不感兴趣 就是不喜欢被原理 不喜欢理解的话呢 可能会挂 那建议转真页 这门课去理解计算机工作的原理 理解操作系统和网络 这些词呢 都是比较理论上的 但是这些内容非常有用 到你大二大三 甚至你是一个做了十年的程序员 它这些内容 都是非常被人看重的一些东西 恰好这门课呢 给了你这么有用的东西 却考得非常的简单 只要大家对于理论上的东西呢 会做笔记 基本上可以考得比较高 每周的quiz 会要求你对lecture 掌握一些细节 考得比较细 weeknight的时候呢 还是考一些概念的题 会考一个quiz占百分之十 assignment呢不难 第二个稍稍难一些 我希望大家学会了python再来学 也就是学会110这门课程的时候呢 再来学这门课 你会更游刃有余一些 期末的内容和quiz的重点相似 也就是每周的quiz weeknight quiz 所以呢 它的挂课率不高 然后呢 还可以高分哦 只要你把这些内容 好好地背一背就好了 以后到 大三大四 甚至你毕业了面试的时候 这些内容还是会很有用的哦 实用性真的很高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learning outcomes 你要写report individual的 所以呢 这个自己学习能力比较强就可以 然后呢 这些理论都比较抽象 可以看到是这样的 都是写basic 所以呢 而且它只需要你掌握到understand的地步 understand的意思就是说 咱们会背就行了嘛 不需要会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门非常有用的课 可是呢 考的难度并不高哦 再来是1113呢 这门课我给出的难度非常高 有点劝退了 但之所以给这么高的难度呢 是因为我对它的评价也非常高 它是最真实反应 程序员学习水平的一门 承上启下的实际操作课 这门课有个前置叫info110 所以它是乘上 它旗下呢 它后面也有很多很多的内容 如果你这门课没学好或者挂了 会非常影响你未来 大二大三的一个整体规划 不止如此 它的重要性还显示在 这门课非常的反映 程序员的学习水平 程序员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 自学能力 提问的能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 如果你不喜欢编程 不喜欢去提问 也不喜欢去Google 那基本上可以判断 不喜欢 不适合当程序员 那这门课你也不会学得很好 因为这门课它的考核呢 有一些东西是超纲的 也就是说你需要去自学的 所以它不再是一个入门课程 它是个成上启下的编程课 那学霸是怎么养成的 基本上可以从这门课 体现的淋漓尽致了 如果你有个同学这门课考得很高 抱紧他的大腿吧 大二大三 它依然会成为你的大腿 这门课有比较多的作业 每一周都有 它呢不是很难 或者说有自信办嘛 那每次呢都要求你去做一些编程 就是打代码 或者说做一定的Google 写错了呀 或者有bug怎么去debug 把这些作业好好写 对于自己的一个debug的水平 还有做程序的一些能力 是有很大提高的 内容很多 然后呢如果你水平不够 期末是比较容易挂的 整体挂课率还是比较高的 挂课了之后非常影响未来的发展 不止程序员的发展 学业上也会受到很大的打击 因为很多课学不了 高分容易度呢 我觉得可以高分 如果你善于提问 然后呢每周投入4到6个小时 4到10个小时的coding时间吧 对于996的程序员来说 10个小时其实是很轻松的啦 真的程序员996可是 每周60个小时哦 哦还有007 每周70个小时吧 那这门课没有接近 Google夹写代码 是程序员最好的学习路径 这门课是有一些东西 需要去自学去体验 去体验它难的感觉 真正难的东西才是有用的东西 如果大家都学了会 基本上你没有什么竞争力啦 这门课的竞争力是 体现在你写作业的水平上 这些作业都是非常有用的一些作业 体现你对加班的理解 对于面向编程的理解 第一个作业呢是普通难度 需要花一定时间可以写出来 第二个呢 集体考验自学能力和提问能力 就算你平时很努力 也毕竟写得出来 学会找到关键词 哪一个是你不会的 然后去Google 去在AdStamp上讨论 去问lecture了 真正的掌握到 诶 这完全一个很新的东西 我完全不会 可是怎么样去通过各种技巧 把它学会了 然后第二个就能写出来 所以第二个作业不是死学能学出来的 是需要你学会提问 学会解决问题 同样的代码是打出来的 千万别找大写 这门课需要大量时间去练习 如果作业平时写得不认真的话呢 期末就很容易挂 没有接近课走 一定要提升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期待你变成大二大三的大腿呀 这是我总结的 关于这门课的一个主要内容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 前面几周还比较抽象 可以收到倍一倍 后面的呢 考的不太多 可以滑滑水 中间非常重要 如果有些同学在第四周的时候呢 还在以倍的形式去学这些内容 基本上可以发现 这个人的编码水平就不会很高了 编程水平就解决问题的能力 就 毕业的时候就 没有完后了 真正厉害的同学 4B5 6 7 理解它 背诵它 并且去打代码 实现它 这个部分呢 4到7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是要从代码上去理解 你才会发现 我完全掌握了这部分内容 真正的程序员 就是从第四周开始养成的 真正的学霸 也是从第七周开始养成的 希望大家认真对待4到7 然后呢 写很多很多的代码 去实现这些概念 这样才是一个熟悉 到精通的步骤 如果去死记硬背 然后去硬拆考题的话呢 基本上是从入门到入图吧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比较简单的 退出来哈 Data 101 这门课的难度三星 Workload的三星 实用性三星 是一门太简单 简单到可能你觉得自己很强 然后才会挂的入门课 我对他的评价是 这门课你要学会写report 学会刷题 这两个技巧还是比较重要的 他的project呢 占有30% 掌握一定的report的框架 就比较容易高分 大家给的比较松 诶 我咋退出来了 不好意思哈 lecturer Tutor 这个人呢 比较重要 他既然是 他既当了lecturer 居然还来当tutor 这不是劳模吗 劳模写出来的slide 怎么可能不用心呢 好好学 他的slide 基本上你不去上课 都会理解得很清楚 然后呢 重要的是 平时总在理解 那最难度不高 这边30% 大部分人可以拿到25%到28吧 滑滑水都可以拿到很高分哦 只要记得交就可以了 记得deadline 这是很重要的 但是如果平时分都很高的话 那期末岂不是很难了 因为都简单的话 怎么分出水平来呢 别担心 老师有办法 就是看你的刷题水平了 所以如果你太放松的话 期末会考得很糟糕 但是只要学会刷题 把平时的题都刷一刷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你想考高分的话呢 咱们就是突击吧 期末 把pass your paper 就是过去几年的考题 全部都写一遍 答案背一遍 没问题 为什么没问题 它是个入门课程 重在统计思维的理解 题量很大 选择题需要通过刷题的熟练度 来节约时间 这样你可以在主观题的时候呢 多写一点 就像像学政治一样 只要你写的够多 写的够有道理 基本上会给你高分哦 另外简单题呢 需要学会rcode 需要学会运用统计学的思维 来整些观点 我给大家分享是这样的 学习和作业的思路 基本上 不是很难 你可以看到 我很快可以解出 这门课的一些重点 就这样 记得project one的时候呢 第三周的时候 学点技巧 第四周好好写 那后面呢 学会了这个技巧之后 后面直接写了project two 除了把这三个作业写好以外呢 这些内容稍稍的学一学 期末的时候 把真题刷一刷 基本上ID了 当然呢 如果你不是学霸的话呢 你就要学会技巧了 技巧是什么样的呢 report套路有哪些啊 怎么样去搞定 data acquisition 去哪个网站上下载数据啊 这样才可以做分析啊 版本report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你可不可以抄一下 哦原来你是这么写的 可以 然后我换个词就可以了嘛 我不 不是建议大家抄啊 再录吧 再录 居然录进去了 哦 是说结构啊 然后语言比如说 this report aims to data data this report finds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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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语言呢 就是一个套路性 所以你可以随便用了 就算一百篇写成这样 也是没有人说你抄袭的 另外呢 自学啊语言 怎么样快速的去自学 这个跟art quiz有关 好好好 基本上如果你可以 学会快速搜索的技巧 这边以后会分享给大家 如果大家学这门课的话 很多老师会分享给你了 presentation是快速提高的小技巧 这门课是需要一定的presentation的 不过影响不大 希望是说给大家分享的 期末思路 给大家分享最重要的 第一个 如何规划时间 如果你期末这门课挂了 百分之九十九 是你时间没掌握好 并不是说学没学好 学的话它是一个入门课 也就而且难度不大 所以呢 你可以突击 前面选择题会比较难 只要把passive paper刷一刷就没问题了 命题内呢 只要有一定的结构套路就可以 然后rcode呢也是有套路的 最重要的是你的刷题技巧 把所有去年前年大后年的题目都猜一猜 刷一刷 把题型一总结 那九十分钟就是你秀场的时间了 到考场的时候基本上是show time 期末的考试都是这样的 不会很难 但是如果你觉得难的话 这门课肯定考不了考分了 基本上它是一个考时间 就是考你熟悉度 题目不难 但是时间有限 能不能考考分 就看你能不能很快回答出来了 再给大家分享一门课程 Data102 这门课的难度呢 我给三星半 比101是要难一点 Workload三星半 实用性也是三星半 虽然看起来都不高啊 但是呢 这门课可以考很高分 如果可以锻炼你的一个学习技巧 它这样的 投入时间却没掌握重点 就容易挂 这门课里边 学渣和学霸 投入的时间应该是差不多的 大家都是每天 每周学习三个小时 分三个内容 Data Management Data Science Python Coding 大家都是去一个Totaurer 因为这个Totaurer有个Quiz 你不去的话就没分了 学渣也会去的 它比较考理解 好好准备 就可以方便期末的复习 这门课不需要你有Python的基础 如果你Python已经很强的话 会稍稍有点优势了吧 怎么去得高分呢 你平时要投入多一点 然后期末的认真复习一点 什么叫平时投入呢 平时投入 它本质是个入门课程 难以结合 咱们给它理解一下 平时怎么投入 这边有20分 考Quiz 每个人都会去 每个同学都会考 可是它占20% 所以你每周把那个Lecture 三个小时的Lecture能考什么内容吗 就几个选择题 所以好好复习一下 这边20分可以拿很高哦 另外这10%是让你每周花点时间去自学Python 也是送分的啦 如果这10分都拿不到 真的有点不走心 这边30分到手 那大家都是新生来做Project 做数据分析一定不会拿很高 也不会拿很低 老师不会改很严 也不会改很松 所以这部分呢 分数都差不多 会很高 会很低 期末就是分水岭了 大家还记得 我建议大家 平时好好学Quiz 期末的时候好好复习 期末的时候 为什么好好复习呢 期末的内容不是跟平时的内容差不多吗 除了这样的以外呢 它会加很多的量 我建议大家做 做期的做到这个水平的话 期末应该会考的比较高了 同时学者也会做到这个水平 如果它认真的话 它认真的话 它就不会只做到 只写那么几个字了 这边呢 大概要花几天才会写成这样吧 主要是投入时间 然后咱们再来看一看下节课 就有1002 我给大家最后的分享吧 这门课 data102是一个选修 大家可以继续继续 也可以留到大二的时候呢 好好学 因为你会了python之后再来学 会有一些优势 比如说这个10% 它是学python的 那你这不就是稳拿吗 对不对 然后这个coding test python coding test 占5%又稳拿 那这门课是不是可以刷分一下 可以 然后呢 这门课 除了data102可以选 下学期大家还可以选 python fuel1002 introductory logic 这是个感兴趣就可以学得很好的逻辑课 它有吸大最水选修支撑 只要你投入时间就可以刷分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海底 如果认真真准备的话 就是从学术水平来说 难度是两个星 workload两个星 实用性两个星 就说不难 每周有个作业占5% 如果你好好写 或者说好好抄的话呢 不是抄同学了 抄课后习题了 就可以拿到48%吧 我建议大家好好读下课本上的例子 然后讨论一下课后作业提醒 每周的作业和每周课后的习题提醒 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只要你把那些提醒全部都写一遍 我就不信这题你不会 因为它出的跟原来的提醒一模一样嘛 然后记得一定不要迟到 每周就是tutorial前五分钟交 直到你会扣分哦 为了你的48%不要变成47% 还是提前早一点到吧 那每周认真写作业的话 还得不难 为什么呢 因为期末居然考的跟平时的quiz一个东西 而且这些课后提醒居然可以带课本进去考试 如果你把答案抄在这些课本上 然后这些课后习题是一定在课本上的嘛 然后你把答案也抄上去的话呢 是不是很稳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高分啊 因为对提醒的熟悉度很重要 也就是说那两个小时之内你翻译整本书大概有五六百页吧 如果你能找得到题目跟期末的考题到底在哪一页的话 应该high题不难啊 而另外这门课是绝对不会逛的 为什么它没有double pass 你平时好好抄课后习题的话 就可以拿百分之四十多的话 期末只要考几分就可以过了呀 期末题和美术的作业类型类似 所以呢 建议大家好好刷题 方便了期末的复习 另外呢 它内容和难度上没有那么难 只要你感兴趣呢 是可以考的很高的 可以为以后的com2022打个基础 这门课学得很好的话呢 com2022有一部分内容是不怎么需要学的 因为这个 这些内容 在com2022还会再学一遍 所以这个选修对于computing的学生是 很好的 既可以刷分 然后呢 还可以补一下后面课程的内容 2022是我们的必修哦 谢谢大家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然后关于一些数学的课程 我本人是比较有经验的 但是本人教数学校太多了 有点教糊涂了 觉得大家数学成绩都很好 但实际上呢 有些同学的数学技术比较差 希望能具体的是 教的时候再分享一些技巧给大家 并不是在这里 就误导大家了吧 谢谢 非常欢迎大家跟我讨论 然后呢 如果 有时间 还会给大家做第二期的视频 分享一些 一些我对于 Math方面的了解 顺便说一下 我Math的所有 我虽然不是数学专业的 但是我的数学基本都是 海底 好像没有一门不是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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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